菜市场的冻鸡腿是从哪来的 能不能经常吃 看完就明白了 超市里卖的冷冻鸡腿能不能经常吃 一只鸡就两条腿 为什么卖场里会有那么多 作为一个吃货 怎么从这么多的大腿里面 挑出健康又好吃的那个 随着二师兄身价把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鸡鸭鱼肉成了大伙下腿的新目标 在这中间呢 速冻鸡腿的价格是最亲民的 在这里先送你们个冷知识 如果您也经常买冷冻鸡肉 就要学会看冰霜和颜色 冰块越厚说明冻的时间越久 正常颜色是浅粉色 发黄发灰说明冻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样你就能淘汰一些劣质品 但秉承着便宜美好货的原则 即使价格实在 大部分人在买之前都担心 这是不是肌肤未养长大的鸡 就是好久之前没卖完剩下来的 看着腿这么大 肉这么多 肯定不是正经喂出来的 这妥妥的城里人思想 真是伤透了饲养员的心 一看就没养过鸡 其实鸡的生长周期真没那么长 根本用不着打激素 在良好的养殖环境 和优质饲料的培养下 传统肉鸡生长周期 一般在100天左右 就算是普通的 五六十天也能出栏了 要是养点生长快速的品种 不仅饲料用量少 时间也能大大提高 像现在市场上 一些冷冻的风格鸡肉 以及肯德基店里的鸡腿原料 素生白羽鸡 这个品种的生长速度就很惊人 基本上45天就是一直成熟的鸡了 看到这儿 可能有人又会问了 45天能养熟一只鸡 这要不是打了激素的 我倒立洗头 别不信 有人专门记录了 喂养白羽鸡的过程 发现只要喂纯玉米 都能长到可以下锅了 要是给鸡吃上营养均衡的饲料 那出栏不就更快了 而且养鸡的人也不傻 打激素的花销是很大的 他们没必要做这种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一方面会引发肉鸡患心脏疾病 腹水等等增加死亡率 另一方面是国家明确禁止的这种行为 严格规定不能在饲料 包括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 那么问题来了 能偷偷行动吗 怎么不能呢 上一个违反这项规定的华北某饲料厂 为了把出栏时间缩短到40天 耍了点小聪明 给肉鸡注射了违规药物 结果被查到后直接罚到了破产 这种血的教训足够给后人一个警醒了吧 所以一般来说 只要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相关动物产品 就没必要担心激素的问题 而且根据食品安全部门检测的 北上广3D来自超市 农贸市场等多种鸡肉样品数据来看 都没有激素存在 那么这种冷冻的鸡腿吃多了 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吗 毕竟鸡是圈养动物 一个封闭空间里会有好多鸡 据说在美国某些养殖场里 要趁身材小好好溜达溜达 不然长大后连翅膀都没法扇动了 这可怜的一目三分地儿 一旦一只鸡生病了 其他的都跑不了 所以为了控制病源 一些大规模养殖的饲养者 会定期使用抗生素 很多人害怕吃多了这样的鸡肉 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影响 其实没必要担心 只要是合法范围内使用抗生素 遵守修药期 到了待宰的时刻 动物体内药物的残留量是微乎其微的 虽然吃到了不是基素喂养 才让鸡生长这么快的 但各大卖场里的相关动物产品 还是太多了吧 这样的出栏速度是真实存在的吗 怕不是卖不完就动起来 一直动一直卖 卖不动再继续动吧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不过肯定的是前半句 毕竟是中国制造 你丝毫不用担心鸡的出栏速度 作为世界三大白羽肉鸡的生产国之一 我国依靠的不单单是传统的禽肉养殖模式 而是采取了周期更短的工业化养殖模式 把鸡圈养起来 缩减不必要的活动降低饲料供应 并在未成年时出来 这样等鸡成年后 鸡肉伸展速度会减缓 而且这种方法能控制成本 缩短时间 也能更好地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 所以我们吃到的洞服产品 都是大型厂家风格鸡出来的 一般他们用的都是素生白羽鸡 说起这个品种 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鸡的祖先们了 想想之前 在死去的鸡还没有辣子鸡 宫宝鸡丁等诸多姓名的时候 我们最先看到的大多是古人斗鸡 这主要是一枚鸡的祖先 是具侵略性又好斗的红元鸡 源居于我国南部丛林和印度北部 在西方鸡市农场上的清道夫 就跟现在澳大利亚泛滥的野山羊一样 让人头疼 但在我们国家 你物种泛滥 那我就太普泛滥 所以直到19世纪的大型中国鸡鸟进口 欧洲和北美才兴起一阵狂热的养鸡风潮 到了20世纪 大规模养殖鸡 使肉鸡品种的多样性被迫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长快速的浑种鸡 由宽雄的可尼西鸡和美国白洛鸡教培而成 我国的白鱼肉鸡 也是从白罗克或白文多德中选育而出的产业 有人说这种肉鸡冷冻之后的口感和味道不好 那是因为它们的生长周期短了 一些东西自然也就不见了 毕竟完整的生命才能强化肉质风味 这种素生机品种生长迅速 节地组织的胶原蛋白被不断分开重建 很难发展出强壮的交叉间接 而且爆炸时成长会让它们体内保留较多 可以分解蛋白质的酵素 现在的肉品这么苍白和松软 也正是因为这种酵素在成熟过程中 会使肉质软化 再加上生肉冷冻时冰晶会刺入细胞膜 而戳破细胞 解冻时 这些冰晶融化会在肉上面戳出空隙 本来的盐分 蛋白质 维生素和色素的液体就流失了 经过烹饪只会流失的越来越多 口感自然没有新鲜的好 但是如果能时时刻刻买到新鲜鸡腿 谁会去买冷冻的呢 综上所述 我们只要在正规渠道或靠谱大品牌 买冻鸡腿或者其他冻腹产品 且在保质期内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而且即使吃的一直是这种 对身体也是没有影响的 但一定要记住 在挑选的时候 避开那些劣质品